2018年,我作为野生救援的工艺大使,来到了坦桑尼亚的塔兰吉野野生动物保护区。 我想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的象牙贸易禁令之后,这片土地上大象生活的如何。 我小的时候看到的动物,大部分是在动物园里看到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问我父母,所有的动物都是在动物园吗?我爸妈妈跟我说不是的。 我一直很奇怪,这些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电影里面,在电视上面看到的这些动物,还有看到这些美丽的动物图像,这些动物它们到底在哪? 后来慢慢的我知道,它们就在这个地球上,中国有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但是它们的数量会越来越少。 大象是坦桑尼亚乃至整个非洲的旗舰物种,但是因为象牙贸易的存在,盗猎在这里横行。 过去20年,非洲象的数量从60万头下降至30万头。 坦桑尼亚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打击盗猎,经过不懈的努力,盗猎呈现下降趋势,大象的数量开始回升。 但是,只要对象牙的需求还存在,盗猎总会死灰复燃。 要终结盗猎,必须关闭市场。 终于,2017年底,曾经是全世界最大象牙市场的中国,正式启动象牙经贸,不再允许加工和买卖象牙。 这实在是保护大象最重要的一项举措。 塔兰吉雷保护区的向导布莱顿带我去探访生活在这里的大象家族。 他还给我讲了他和小象Doris的故事。 我看到一些奇妙的东西,一些奇妙的状态。 在实际上,我认为一些奇妙的状态,我认为他们也认为他们也认为他们。 他们每年来来,我名字他们,我认为他们,我认为他们的名字。 甚至当我出于森林,我叫她之前,她名字是Doris,她来到我。 她在我的车里,她在我的车里,当我叫她。 真的吗? 是的,我认为她认识了我的声音。 这个画面可能我觉得会一辈子刻在我的脑海里面,在妈妈的带领下这个小baby一直在妈妈的边上,很紧密的,妈妈在哪儿,妈妈吃,她也吃,妈妈停,她也停,就是这么一路跟着妈妈走。 我们国家原先是大象购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 但是非常欣慰的是这个我们国家政府现在大力致力于这个抵制象牙的贸易。 因为我们的关注和加入,所以大象的盗猎在这几年迅速地减少。 虽然本地社区需要经济来源,但是依靠盗猎换取收入,是完全不可持续的。 只会加重贫困。 其实有更好的方法,既可以带来收益,又能保护野生动物。 这是最受游客喜爱的坦桑尼亚手工艺品,串珠首饰。 当地的妇女做了非常非常精美的手工艺品,这些是我们在其他地方见不到的。 这些手工艺品带回去既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忆, 同时对当地的经济,当地的妇女的帮助,当地儿童的帮助也是非常可观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方面。 其实到非洲不一定要带象牙,要带这些东西。 除此之外,生态旅游也给这里增加了就业机会, 带来不菲的收入。 Wanyama, wameiletea faida kubwa sana inchi yetu. Tunapata feather the kigeni nyingi sana kupitia i sekta ya utalii. Tumepata feather the kigeni nyingi sana kupitia sekta ya windaji. Kwa iyo, kwa kuwa nananima eneo tengefu ya wanyama poli, metusaidia sana menyanyua uchomi wa inchi. 因为在此, 在这些东西里, 尤其是有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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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一些生态, 只能购买动物质 整个公园都很不同 游戏们经常被这种美丽 最好的方法是 不要购买动物质 因为这些动物质是 在这里的动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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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管怎么办 不要购买动物质 看到大象享受着宁静的生活 我很高兴 也希望自己能做更多的工作 让这份来之不易的宁静 长久地持续下去 受中国外交部的邀请 我参加了中坛野生动物保护 和旅游发展论坛 并担任了坦桑尼亚野生动物 保护形象大使 我觉得我们两国之间的 友谊是一个基础 再加上现在我们国家 这么支持 然后包括立法支持 这个禁止象牙的 这个非法捕猎和贸易 对于坦桑尼亚的生态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希望两国更加紧密的结合 我们让坦桑尼亚的土地上 有越来越多的大乡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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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